父亲 我去杀他 这时 只见一个长得非常美艳的女孩子走了进来 向着进来的美女看了一眼 宁正海的脸色一缓 问道 大爷 你怎么回来了 父亲 小弟出了事情 我不可能不回来 其实也没多大的事情 你的学业重要 在军里面学习竞争激烈 放心吧 以我的灵根 修炼起来很是快捷 我现在都已经是助击中期的人了 对于自己的这个女儿 宁正海是欣慰的 只有二十多岁的年龄 现在已是助击中期的修为 这完全就是天之娇女 父亲 我很想看看那个叫王小飞的人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竟然敢跟我宁家对着干 更是把小弟打成那样 那小子我到现在也看不明白 本来暗中派了花语行者去杀他 没想到花语行者竟然死了 会不会是王小飞干的呢 摇了摇头 宁正海道 这就是我纳闷的地方 花语行者怎么突然间就在那个地方死了呢 不用烦心 他敢跟我们宁家对着干 把他干掉就行了 宁达爷和父亲说了一阵话之后就走了出去 他是一个长得艳丽的女孩子 自然有着大量追求的人 一出来就看到有五个帅哥坐在外面 师妹 你家弟弟什么情况 竟然有人敢于打你兄弟 你放心 我范坚强定要为你出这口恶气 全身都是法宝级装备的一个帅气年轻人 傲然说了一句 强子哥 多谢了 宁达爷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对着那个叫做范坚强的人露出了赞许之情 这下子另外四个人可就急了 一个个都争着表态要帮着宁达爷做事 看着这些公子哥这争着要帮忙的样子 宁达爷的心中一阵爽快 这些公子哥就算是家事不错 还不是被自己吸引 各位师兄 小妹感谢你们老远跟着来帮忙 刚才见到了父亲大人 他仍然对于这事不高兴 这件事情就是书院里面 一个叫王小飞的人做出来的 这次小妹必须要为小弟出这口气 一个小小的县子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这件事情交给我王振动了 东哥 小妹多谢了 师妹 这件事情书院的规矩还是不要违背 把那小子引出来才好杀他 强哥 这事已有了设计 他会有一个外出的任务 到时把他引出书院杀了 只要他离开了书院 他就只有一死 公子哥们这时都并没有把王小飞看得多强 对于他们这些用家族的丹药催生出来的助击高手来说 一个小小的炼器层学员 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 王小飞的身份牌闪动了一下之后 王小飞就接到了任务店 在书院传来的一个让他前往的信息 看到这信息时 王小飞摇了摇头 他心中明白 宁家看到自己不离开 这是打算下任务 让自己离开书院 从而杀了自己 不过王小飞知道自己是书院的学员 就没道理不接任务 当王小飞来到了书院时 只见一个助击后期的指示 一是走了过来 王小飞吧 你已经是书院的学员 必须要做任务了 指示大人 可是我还没有入学呢 县令鉴于我负责冲销山的林田看管 准许我迟一些入学 现在怎么就有任务了 王小飞 县令准许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现在你所在的班级 全部都派出去做任务 你也不能例外 行了 王小飞知道自己根本就没有反对的可能 这件事情 宁振海他们估计都说好了 再说了 自己所在的班级都派出去做任务了 自己也真是没有例外的可能 一切都是针对自己而来 不知是什么任务 鉴于你是新入学的人 当然不会给你派出什么复杂和危险的任务 你就是到洛阳山里面 去割一些血腾回来 就算是完成任务了 看到王小飞不解的样子 直视道 洛阳山里面的血腾不少 你只需要割一根回来就可以 这任务也算是照顾你了 有没有同行者 这是路线预检 你拿着 没有人同行 这事儿你独自一人完成 接过了任务 王小飞回到了冲销山 把那预检里面的路线看了一遍 王小飞的嘴角露出了笑意 对方的阴谋已经能够知道 就是想把自己弄出书院 然后估计在那洛阳山就要把自己干掉 刚刚坐在了房间里面 王小飞就发现 自己的林田四处 有着几个公子哥模样的人出现 这些人看上去修为都是筑基之上 倒也并没有进入到冲销山 可是从他们的行为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有意无意 就是守在了冲销山的四处 这是防备自己逃离 把这几个公子哥看了看似 王小飞就皱眉起来 宁家竟然还有着这样的一些帮手 就在王小飞看着的时候 一个长得美艳 全身上下都充满了一种热力的美女出现了 在暗中观察了一阵之后 王小飞也确认了这是宁家之人 王小飞现在真的是有些无语了 只是杀了一个乔桂秀 竟然一下子弄了这么多的敌人出来 看得出这些公子哥也不是一般的人 搞不好还是一些大人物的子弟 怎么办 王小飞心想 实在不行的话 只能退回地球了 不过王小飞也是一个不认输的人 既然自己做了的事情就要做到底 这时王小飞的眼里透着毅然之情 自语道 既然是这样 我就把你宁家收拾了 任务的要求是 需要王小飞在一个月之内完成 算了一下路程之后 王小飞知道自己也不得不立即出发了 谁也不知道还有多少路上的事情 必须要尽快地赶到才是 五个公子哥 一个宁家的大小姐 王小飞心中明白 这六个人将会是自己的敌人 让十个队长认真地管理林田之后 王小飞离开了冲霄山 好在做任务期间 就算是林田出了问题 也与王小飞无关 倒也放心地离去 传送阵闪耀之后 王小飞已是被传送到了一个小镇 一出了传送阵 负责看管传送阵的一个助击后期高手 就向着王小飞看了看 对着王小飞微微点了点头道 你是到洛阳山做任务的弟子吧 不错 传送阵只能传送到这里 从这里有一天的路程之后 就进入到了洛阳山 最近洛阳山里面也不是太平静 有强大的妖兽触摸 你自己注意一些安全 有强大的妖兽 王小飞还真是吃了一惊 王小飞来之前 听说这洛阳山并没有强大的妖兽 可是到了这里却是听到 有强大的妖兽存在 这让王小飞感觉到了更强烈的危机 不过人到了这里 王小飞倒也并不会退窃 与这高手说了几句话之后 就向着洛阳山而去 半天的时间之后 王小飞停下了脚步 然后就把六摇阵布了起来 整个人就藏身在了阵法里面 现在就看那些人是否会到来了 藏身于这里 王小飞在等待了小半天的时间之后 果然就听到破空声传来 抬头就看到天空 有着遇见飞行之人 很明显 这些人飞行的并不是太高 一边飞行一边探查着地面的情况 以王小飞那强大的神识 一看之下 果然就看到了除了宁家的那个美女之外 还有着三个公子哥 还别说到了这里之后 这些人都停了下来 奇怪了 怎么就不见了 难道谁遇见进入了洛阳山了 那小子应该没有我们飞行的快 不可能进入到了洛阳山 几个公子哥就在这里议论着 强子哥 你说得对 我认为他肯定是找了地方藏起来了 我们要杀他的事情 他估计是察觉到了 那宁家的美女这时声音中 透着一种娇媚之气 对着一个公子哥就说起话来 还别说 这女人的声音中透着一种荡气 王小飞听了之后 也感觉到自己的全身都有一种酥麻的感觉 这都什么女人呢 向着这个美艳的女孩子看了又看 王小飞不得不承认 这女孩子真的是让男人心动的女人 特别是她那身衣着 把她身上的线条都完美地衬托了出来 向着那五个公子哥看了看 王小飞暗自摇头 对于这样的女人 王小飞也多了一些认知 看得出来 五个公子哥都被这女孩子利用了 她根本就没有把这些公子哥当盘菜 心中一动 王小飞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把这美女弄得成为自己的女人 到时再看看宁正海 是什么样的表情 也许这样一搞之下 这矛盾也就化解了 也难说 看来应该在这方面设计一下才是 有了这样的想法之后 王小飞就感觉到自己的全身都有些躁动起来 毕竟好长时间没有与自己的女人做那种事情了 王小飞还真是被挑起了一些欲望 不过很快的 王小飞又摇了摇头 硬生生地把这个想法抛开 几个人倒也是细心之人 在这里又到处探查了一遍才离去 王小飞